何一平经审查后一致认为 被告人宋建国犯故意伤害罪 合同诈骗罪及行贿罪 罪名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 第164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被告人宋建国犯合同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恕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被告人唐小雪犯行贿罪 因有自首情节 即揭发立功表现 免于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 十日内通过本院 或者直接向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我不上诉 宣判完毕 现在必停 你要像个男人 好好改造 等你出来 我嫁给你 有点赞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优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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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千万不能发脾气 更不许骂人 该判 我早就料到这一天了 这样也好 以后我就不会做噩梦了 看完了建国 我想再去看看小雪 应该的 应该的 过什么生日啊 过一次生日就老了一岁 老了就没用了 妈 你不说过吗 革命者永远不老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好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她好想把松树抢起 她好想把松树抢起 我的生命从云霞开始 在拥抱大地之前 曾经撞怀激烈 滴滴成小溪 滔滔会江河 浪花奔腾向大海 阳光普照大地 云征霞卫的梦里 曾记得你沐浴过 春雨飞飞 秋雨绵绵 当地一切灵魂之后 世界归于平静 这是不是改得太好了 快别念了啊 你这一念诗啊 孩子就替我 替你吧 哪呢 我替你 你这 我孩子我不能摸啊 你不知道 他这两天啊 因为孩子的事 跟我吵了好几架 真的 宋长青 不许欺负成金 这我哪敢欺负他 他也不欺负我 就不错了 就为点鸡毛蒜皮小事 跟我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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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来评评李 她说生了女儿 还让她学跳舞 这不挺好吗 好什么呀 生了儿子 还让她学写诗 你 我 怎么不行啊 这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宋词 那小雨生的孩子 还叫唐诗呢 唐诗诗词这挺般配的呀 讨厌你们俩 行了行了 你们别气我了 不不不不不不 她在里边挺好的 原来觉得这个孩子 还是单薄了一些 现在一顿饭吃四个馒头 感觉身体也健壮了很多 精神状态挺好啊 她说她想你 快坐快坐 你坐中间 你今天坐中间 你是瘦型 你是瘦型 你都坐好了坐好了 坐好坐好坐 站住 站住 别闹了你们 来 行 往中间靠靠 这个位置 是留给见过我的 好 大家都看镜头啊 看镜头 一二 生日快乐 怕一段路看不清 怕一段书难尝尽 曾经害怕翻过的山头 现在看她已爱成了酒 曾经总被绊倒的石头 如今早已被盖成了笼 曾经一起通言的朋友 你们是否还一无所有 曾经和你说好的永久 我们现在已白了头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头碰到手牵着手 不愿而同的回首 一起走过的春雨秋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肩并肩搀扶着走 不愿而同的回首 还好没有松开彼此的手 不愿而同的回首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头碰到手牵着手 不愿而同的回首 一起走过的春雨秋 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肩并肩搀扶着走 不愿而同的回首 不愿而同的回首 还好没有松开彼此的手 一 二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互相证 新闻